高雄圖書通樂車隊總共12部 今天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管亮相 車隊全部來自民間捐贈 每一部車裝載著知識與夢想 展現百分百原創精神 以及各家贊助企業社會責任及藝術概念 那我們要特別感謝 我們來自民間的企業 因為我們的這麼大的服務員的話 要透過這麼快的速度 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效率 必須要來自非常多的一個輸車的需求 那今天我們這些通業輸車 12台全新的一個輸車 是這兩年內 我們來自企業社會各界的一個贊助 那讓這12台車 可以用一個全新的一個彩繪的一個風格 那我們的一個市民的閱讀能量 發揮到最大的一個正能量 那也滿足我們社會各界角落 然後對於圖書的一個需求期待 打造一座沒有圍牆的圖書館 是高雄市府多年來貫徹的文化平權政策 2011年開通通月服務 將大高雄38個行政區圖書館總管 以及六十間分館串聯成一個大書庫 提供讀者假地界以地環 就近界環書服務 縮短城鄉距離以及延伸圖書館觸角 到今天為止總共出車兩萬多燙次 通月數量超過三千兩百萬冊 總里程數達一百萬公里 這些數據都是城市閱讀除去的累積 一年有將近一千兩百萬冊的解約 五本裡面有一本透過通月代表什麼 代表一年有兩百七十萬冊 是透過通月到我們市民 到我們孩子的手上 這不是小的數目 能夠多一本書 能夠多一台車 能夠多一分資源 他們在他們手上經過的書 就多一本 在他們手上能夠經過的書多一本 我們不一定會造成什麼結果 我們不一定得知 但是我相信種下的種子 它必然會在我們社會上發光發熱 另外2022高雄城市書展 左圖右書也在熱烈進行中 歡迎民眾一同享受高雄最大的閱讀遊樂園 以上新聞由記者郭怡貞採訪報導 傷心的時候有我陪伴你 歡笑的時候與你同行 關心你的點點滴滴 整身廣播電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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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